腾讯体育10月30日顺序今日美国报道,勒布朗詹姆斯拒绝评论,骑士解雇前主教练泰伦卢,他表示他对卢只有尊重,在骑士本赛季打出零胜六负的战绩之后,他们解除了卢的主教练职务, 让其成为本赛季第一位下课的主教练,在过去的三个赛季里,陆帅领骑士取得128胜83负的常规赛战绩,带领骑士连续三个赛季刹入总决赛,并在2016年度得对史上的第一个总冠军,在社交媒体上,詹姆斯被要求对卢的下课进行点评,但是他拒绝发表看法,只是简单的说,对他太伦卢只有尊重, 拒绝记事报的胡人跟对记者凯尔顿,在推特中写道,勒布朗·詹姆斯没有直接说出他对于泰伦卢被解雇的看法,但是他说,他对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只有好话要说,詹姆斯现在效力于胡人, 他不谈论就主是有道理的,因为其实现在的情况很复杂和敏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詹姆斯和卢之间,有着非常不错的私交,在德之卢被解雇之后,詹姆斯立刻在推特上向西约文师致以敬意, 太伦卢,感谢你带给我们那些回忆,更重要的是我们联手为那座李英勇索德的城市和邱尼门带去了一座总冠军, 你清楚该怎么找到我,考虑到卢和詹姆斯一起取得过成功, 甚至有媒体预测,如何能成为胡人的下一任主教练,早嘞